嗨,大家好,我是Mashroom金针菇 今天我们继续来读一下 宝宝睡前启蒙小故事 小蝌蚪找妈妈 春天到了 青蛙妈妈在水槽里产下许多黑黑的圆圆的暖 暖渐渐的变成了小蝌蚪 小蝌蚪们遇到一群鸭 想鸭妈妈问起自己的妈妈 得知妈妈是大眼睛 大嘴巴后 他们管一条鱼叫妈妈 大鱼又告诉他们妈妈的详细特征 他们终于在荷叶上找到了妈妈 妈妈笑着告诉孩子们 小蝌蚪是怎样长成青蛙的 小兔桃桃 一天 小兔桃桃偷偷打开橱柜 一口吞吃了里面的小蘑菇 这下可不好了 桃桃不断变大 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蘑菇 将房子撑破了 妈妈看到后惊呆了 外面洪水爆发 大蘑菇背起 兔妈妈跑到山顶 并且迎着洪水 只制止了水坏 大伙都竖起了大拇指称赞大蘑菇 兔妈妈却大哭起来 大家忙安慰她 兔妈妈说大蘑菇就是自己的儿子 奇怪的是大蘑菇一天天的在缩小 终于有一天 她又变回了脖蹦乱跳的小白兔 大家都乐坏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